今年3月7日,华为在其深圳总部正式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,请求美国法院判决华为禁授令违反该国宪法,而在当地时间7月3日,作为辨方的美国政府,又要求法院拒绝受理次案。 值得一提,在美国另一起和华为相关的案件中,美国政府作为控方,也曾使用过类似手段,试图阻碍司法程序。 CNN新闻网讯息称,美国司法部律师团队,要求德克萨斯州的一名联邦法官,拒绝受理华为对美国政府提起的诉讼。 理由是,禁令本身没有违反宪法,美国政府作出这个决定,是符合逻辑的一步,目的是保护美国,并禁止华为,从战略意义上,在美国找到立足之地Foothold,在2019年3月7日的华为释出会上。 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表示,已向德克萨斯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,指控2019残年,国防授权法案,2019NBAA违宪,华为新闻释出会现场。 在起诉书中,华为控诉2019NBAA第889条,明确针对华为。 不仅禁止美国政府机构,从华为购买装置和服务,还禁止政府机构与购买华为装置或服务的第三方签署合同,或向其提供资助和贷款。 即便这些交易,对美国政府并无影响或并无关联。 5月27日,华为向美国法院提交了上述控诉的简单判决动议。 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,发表宣告称,华为希望美国法院能和处理以前的剥夺公权条款,和违反正当城市案件一样。 宣布华为禁令违宪,并禁止执行。 BBC新闻网在5月30日,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,美国宪法教授乔纳森特利·Jonathan Turley,认为, 华为的指控有合理的法理依据,不是一个激进的指控。 另一方面,这也并不是美国第一次在和华为对步时,出面阻碍司法程序。 2017年起,美国政府声称华为涉嫌银行欺诈和违反制裁令,已在美国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,向华为提起诉讼。 今年1月,美国司法部前副部长詹姆斯·科尔·James Cole,宣布加入华为辩护团队。 美国检方在5月2日,要求法院取消其资格。理由是利益冲突。 科尔 科尔